随着这几年智慧医疗以及大数据 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事实上在这一次的 台湾国际医疗剂健康照护展 有展出非常多项的主题 包括有智慧医疗 还有就是健康促进 以及医材零配件及制造 而到底有哪些特色 我们实际带你来看 别以为只是一件普通衣服 其实是件智慧衣 装入EMS电刺机 透过电流刺激皮下神经与肌肉群 带动肌肉群运动 收缩放松 结合时尚纺织元素 疫情当下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众 非常重视自己的健康 而现在有纺织业者 与电子大厂合作 设计开发了这款电刺机装置 而这个电刺机装置 可以直接将它与智能一座结合 可透过电刺机 达到肌肉紧实的效果 其实最主要也是因为 COVID-19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也看到了在疫情底下 有很多远距的趋势 需要去盛行 那台湾其实本身在医疗 电子跟纺织业 它都是非常的强大的 那在这个整合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了在居家运动 跟以及健康促进 这一块 其实有非常多的机会 可以去来应用 我们可以从这里选择 它要翻身的方向 然后角度 还有它停留的时间 高阶医疗气垫床 就是它自动翻身 减压气垫床 能帮助无法翻身病人 而这个俯卧位气垫床 拥有独特减压面诊 可避免压伤 因为病人本身要躺在这上面 一二四个小时 甚至连续好几天 那我们的床垫就有做 针对体型的部分 做了分区 会让病人得到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乳冲 预防的一些效果 西关疫情当下 现在的防护口罩 真的是对民众来说 非常的需要 而事实上呢 现在口罩白白肿 有很多市面上的口罩 都有不同的花色 以及功能性 我现在手上拿了这一个 口罩其实它不单单 只是一般的普通口罩而已 你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材质上面呢 是采用Hip Hop的 透气的材质来制作而成 另外呢 在这个口罩的上缘 你可以看到呢 有一个透明的这个胶条 而这个胶条呢 就是给眼镜组所佩戴的 因为这个胶条呢 可以防止这个热气上升 导致镜片起雾 我们也接受到很多的讯息 是我的脸比较大 我戴现行在发售的口罩 我就是很不舒服 耳朵很痛 即便它是小众族群 但是我们都愿意为这个小众族群 去开发一款比较大脸专用的口罩 所以我们称它为Mr. Big 就是大人物口罩 全台首创采用高级绿材的防务口罩 甚至有着专位大脸型的人 打造的特质口罩 运用特殊金属布料制作 金属口罩 以及钢弹立体定位口罩档 舒适度再升级 我想口罩对防疫来讲 有一定的效果 也有一定的重要性 那口罩的重要是因为 现在民众都要使用 那一直看蓝色绿色白色的口罩 其实民众很容易乏味 然后其实最近我们一直接收到很多客制化的订单 就是某企业或者某品牌 他就想要有一个关于自己的形象的东西 印制在他的口罩上 口罩升级不断创新力求改变 市场接受度高 有图案戴起来舒适口罩 不论是特殊造型或特殊族群佩戴 销量至少提高三成以上 新冠疫情爆发后 世界各国积极防堵并寻求解放 全球朝向病毒共存 防疫落实在生活上 口罩现在成为民众天天佩戴 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TVBS新闻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